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迪丽热巴造型在尹争议,鼻子发红,谈吐不自信,被朝去布了时装周。 自从迪丽热巴加盟了《花与少年舞》,一举一动就备受关注,即便花少舞是在沙特录制。 也盖不住手眼通篇的粉丝跨国追随,分享一波又一波的路透。 抵达沙特后,迪丽热巴的第一套造型便备受争议。 迪丽热巴穿着一身粗麻布T裙。素颜线身,头发也不加打理。 因为刘海还是遮住眼睛,迪丽热巴只能时不时地撩着。 且看同行的几位秦兰、秦海鹿们,无意不适打扮时尚,防晒到位。 墨镜,遮羊帽,冰袖将自己遮得炎炎湿湿,可迪丽热巴素面朝天不说。 手臂直接裸露在外,让人感慨实在是又美又憨,放飞自我,像个流浪汉。 不过迪丽热巴这身穿搭其实价格不菲,麻布衣3600多,包包也要1000多。 只是迪丽热巴的这个包包实在大到离谱,包包宽厚到几乎能将它整个人装进去。 穿得如此低调朴实,又走到最后面最边上,迪丽热巴也被戏谑是小朋友背着大大的书包上学堂。 本以为这身造型只是的迪丽热巴出道沙特,小式牛刀的造型。 没想到迪丽热巴之后的新造型,同样是一言难尽。 第二天迪丽热巴又换上新造型,这次的穿搭依然十分朴实无华。 穿着黑白条纹T,散着一头黑长发,戴着绿色的棒球帽便轻装上阵。 很快迪丽热巴的这身穿搭也被网友扒出,条纹T裙价值1400多。 帽子400多,但行李包包却价值3万多,可谓相当豪气。 只是对于迪丽热巴这身穿搭,网友依旧唏嘘不已。 有网友感慨迪丽热巴好像小学生春游,还有人表示来录制节目。 好歹化个妆打扮下。 如此随性不羁,又是整人设。 的确,在镜头前光芒万丈的迪丽热巴,私下像是脸去所有光芒的小学生。 带着帽子和眼镜,有种乖乖小孩上学堂的感觉。 迪丽热巴的一些小表情,也被指示刻意凹出来的可爱感,和年龄格格不入。 不止如此,网友还发现因为不注意防晒,在沙特40多度的高温天气下。 迪丽热巴的鼻子、脸颊、耳朵都泛着红,皮肤差了很多。 对此,有网友感慨迪丽热巴真人是翻版李慧珍,射孔且交际能力不足。 还有人称感觉迪丽热巴很不自信,整个人畏畏缩缩的。 的确,在众人的大合影中,迪丽热巴躲在角落里悄悄的露脸。 和其他姐姐说话时,也永远是拱着身子,带着征询意见的看着别人。 她穿着本旧休闲,加上走路微微缩缩的,和穿着风衣戴着墨镜的琴蓝相比。 像极了女明星和她的射孔小助理。 对此,有人嘲讽迪丽热巴搞胡综艺,其他女星却去征战时装周。 的确,95花赵路斯日前受邀参加米兰时装周,和保镖的合影还被赞世千金和她的保镖。 曾几何时,赵路斯的时尚资源远不及迪丽热巴,如今也被指成功逆袭。 当然也有人表示迪丽热巴的商务资源也不差,这次只是去综艺中旅游,自然要玩得开心。 若她征战时装周,也一定能验杀四方。 对此,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! 再见